今天的抗疫方程式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喉豆开始在国际间传出了流行 该如何日防呢 医生就提醒了 喉豆多半是借物传染 和他人共用洗衣机的风险 其实是蛮大的 如果说想要杀死喉豆病毒 那么记得在洗衣服的时候 不能够只加洗衣精 还要再多加适量的漂白剂 才能够杀死病毒 那么如果您想要达到加成的效果 洗完衣服之后呢 可以丢到烘衣机调到65度 至少烘个25分钟 或者是趁着天气好的时候 日晒10分钟 紫外线也能够有效的消灭病毒 如何有效防堵喉豆感染 有医师教大家 从日常生活习惯做起 洗衣服不能只加洗衣精或洗衣粉 还要再多放这个东西 医师提醒喉豆多是借物传染 如果是住宿在外 跟他人够用洗衣机的民众切记 在洗衣服的时候 除了加洗衣精之外 还要记得加适量的漂白剂 因为家中使用的洗衣精成分 虽然能有效杀菌除满 但对抗喉豆病毒没有用 因为漂白剂里还有次氯酸钠 就能有效消灭病毒 5公升的洗衣机 加入50cc的漂白剂即可 那这样的方法也能对抗新冠病毒吗 新冠病毒它会出现在粪便里面 所以碰面就很容易沾到裤子 对不对 所以虽然他们不太容易借助船长的 不过基本上你加上一个漂白水 这个杀病毒的能力会增加很多 有套膜的病毒 在清洁上反而是比较好去除的 因为我们用次氯酸水或是酒精 就可以很容易将其给挥发掉 或者说将它的表面的活性给去除掉 想要达到加成效果 我医师也建议大家洗完衣服可以丢入烘干筋 调到65度 至少要烘个25分钟 或是趁着户外好天气日晒10分钟 紫外泻也能有效消灭病毒 这个病毒在太阳下大概撑不到10分钟 不过你等于两面都要晒到 因为一面晒就一面杀菌 另外一面是不会晒到的 把洗衣日常多几个简单步骤 就能降低感染风险 简介台北综合报道